这四种零食或在偷偷摧毁你的一线 医生苦劝不管男女都要少吃 小林从小就特别喜欢吃零食 小的时候在学校每天放学要求妈妈买零食吃 可妈妈总是劝她少吃点零食 今年已经22岁的小林还是改不掉爱吃零食的习惯 长大了自己挣钱了就可以随便买零食吃 她慢慢的就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 就是每周去超市买好几大袋子零食放在家里 当做这一周的干粮 只要是不想吃饭了就拿起几袋子零食吃 因此爱吃零食的她身材也逐渐圆润起来 这天小林下班回到家 拿起一袋零食坐在电视面前边看边吃 别提有多舒服了 可是吃着吃住腹部突然开始疼了起来 同时还伴随着恶心呕吐的症状 由于实在疼得受不了了 便打车前往医院进行检查 医生在经过血液抽检之后 竟发现小林的血液成乳白色 做了腹部CT检查出了急性一线炎 这可是把小林吓了一跳 医生询问小林的饮食状况 小林如实承认了自己特别喜欢吃零食喝饮料 有时甚至把零食当做饭来吃 随即医生便提醒他要少吃零食 急性一线炎可能就是吃零食吃出来的 在现代生活中 吃零食已经是多数人的习惯 超市里琳琅满目的零食让人看住垂涎欲滴 不仅小孩子喜欢吃零食 就连有些大人们也抵挡不住零食的诱惑 然而你不知道的是 在你爱吃的零食当中 有几样零食正在无形中悄悄地损害你的一线健康 为何一线癌一发现就是晚期 而且生存率也很低 一线是一个隐藏在腹部深处的不显眼的小器官 别看它小 它的作用可大助呢 而且它也是身体不可缺少的重要器官之一 人体内的各种器官都起着自己的作用 而一线就是起到分泌和消化的作用 同时也可以调节身体的血糖指数 而一线还能分为内分泌线和外分泌线 内分泌线通过分泌胰岛素来达到降低血糖水平的目的 其次还能通过分泌胰高血糖素来维持血糖的平衡 而外分泌线主要是通过分泌消化酶 来达到帮助消化糖分和中和胃酸的目的 目前能够诱发一线癌的因素主要是和糖尿病时 暴饮暴食引起的肥胖 长期抽烟酗酒等有关 我们身处在快节奏的时代 人们的压力 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也会大大的改变 而饮食习惯的改变也是保障一线是否健康的主要因素 有些人经常性地吃一些不健康的零食 对于日常饮食那是随心所欲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而且还懒得动 这样的生活习惯身材会不发胖吗 血糖会控制好吗 这样时间久了糖尿病自然就找上门了 同时离胰腺癌就更近一步了 那么为何很多人胰腺癌一发现就已经是晚期了 主要是这个原因 没有特殊症状 一备误诊 这是因为早期胰腺癌并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 早期胰腺癌患者会出现腹痛 恶心呕吐消瘦的症状 但是其症状也是不很严重 所以会被很多人当成普通的小病来进行治疗 其次 胰腺癌是一种恶性程度较高的肿瘤 它的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 患者在早期出现症状不及时检查治疗的话 一拖再拖 病情逐渐加重 很快就会发展成晚期 因为胰腺癌的快速发展 如果在此期间没有经过任何治疗 那么患者的生存率也会大大降低 有数据显示 未经治疗的胰腺癌患者有90%可能会在一年内死亡 此外 由于胰腺的位置比较特殊 周边有肝脏 胃 胆囊等其他的器官 而且胰腺处在腹部的深处 只要出现疼痛 就非常容易误认为是胃部疾病 胆囊疾病等 胰腺癌是最容易被误诊的疾病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胰腺癌早期很难发现 一发现就是晚期 这四种零食正在损害你的胰腺健康 赶紧趁早忌口 胰腺癌的发生和日常的饮食习惯有着密切的关系 尤其是对于那些爱吃零食的人来说 更应该要注意胰腺的健康 特别提醒要少吃这四种零食 一 高糖的零食 大量糖分的摄入会大大增加体内的血糖水平 导致胰岛素分泌过多 从而引起一线功能的紊乱 增加糖尿病的风险 高糖零食主要有碳酸饮料 糖果巧克力 蛋糕 饼干 奶茶 水果干等 这类食物含有较多的糖分 长期吃不仅会导致身材肥胖 还可能会患上糖尿病 所以日常要减少糖分的摄入 少吃这些甜食 二 高脂肪的零食 高脂肪的零食主要有奶油 糖化薯片 坚果 奶酪 还有一些外面的油炸小吃 烧烤的 这些都是高脂肪的食物 高脂肪零食和油炸类食物 都含有较多的油脂和不健康的脂肪 会提高身体的血脂水平 同时也会加重胰腺的负担 从而也就容易导致胰腺炎 增加患胰腺癌的风险 三 高纳的零食 如果长期大量的摄入高纳的食物 可能会增加患胰腺癌的风险 高纳的食物主要就是一些腌制品 豆干 辣条等 这类食品在制作的过程中 会加入大量的盐分 大量的摄入导致胰腺功能产生纹烂 加重胰腺的负担 那么患胰腺癌的几率也会大大增加 四 加工肉类的零食 一些肉干 香肠 火腿肠 腌制肉等 这些食品在制作的过程中 会加入多种添加剂 而添加剂也会额外对胰腺造成不小的负担 这类食物还会有致癌的风险 所以大量的摄入很有可能就会患上胰腺癌 这四种食物会对我们的胰腺健康产生较大的危害 不论男女都应该要谨慎地摄入不健康的零食 多使用一些新鲜的果蔬等营养丰富的食物 有效地保护胰腺的健康 避免胰腺癌的发生 就先给大家看